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他登陆NBA之时 已经是2002-03赛季 新秀赛季 吉诺比利为马次队出战69场 其中5场首发 场均20.7分钟 得到7.6分2.3版 2注1.4场段 季后赛里 他的发挥更加出色 出场了多达24场比赛 场均登场27.5分钟 得到9.4分38版 2.9注1.7场段 在总决赛中 马次队以4比2击败了活塞队 夺得总冠军 吉诺比利可谓功不可没 自此 马次队对GDP组合正式形成 在GDP的率领下 马次队于2004年5月2006年7月2013-14赛季 再次夺得了总冠军 一个组合能四赌总冠军 献杀旁人 而吉诺比利 分别在2005-2011年 两度入围NBA全明星阵容 2008年 荣英NBA最佳第六人 与此同时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作为阿根廷队队长的吉诺比利 率领球队击败强大的孟六队 夺得奥运金牌 他也因此荣英MVP 毫无疑问 吉诺比利对于NBA 对于篮球的贡献是巨大的 不仅是他经典的蛇形 突破被众多球员所效仿 他内甘于奉献 常宁做替补却毫无怨言的精神 值得被马次队员NBA球员们所学习 他的经历 寥寥数语是难以言说的 曾经在马次队中宣传这样一句话 顺境看跑车 密境看石膊 绝境看妖刀 时光荏苒 那个长发飘飘的少年 逐渐已经变成了阿根廷队阴 但我们相信 他还能在天空中继续翱翔 谁ед avec原居的醜 ó pa子 某一人冬船 澳